君子坦荡荡,小人长期期,生活之人,我们总是不可避免地接触形形色色的人,其中不乏心胸广大,高瞻远瞩的能人之士,却也无法避开那些口蜜附件的卑鄙小人,很多人都在生活之中被那些隐藏在暗地里的卑鄙之人搞得惶惶终日,苦不堪言。 其实,卑鄙之人,最终一定会露出马脚,生活不是演戏,卑鄙的人很难掩盖住生活之中的表象,若想人不知,除非寂寞为,生活之中很多事情都是如此,生活无难事,只怕有心人,只要我们擦亮双眼,一定可以把那些隐藏在暗中的卑鄙小人抓出来。 当然,对付小人,我们还是静而远之为妙,省得惹祸上身,下面就是卑鄙之人难以掩盖的四种表象。 欢迎订阅《九窝谈国学》,每天与你分享新知识,千万不要错过下七精彩。 一,无是生非,梅是找事。历史上最蠢的梅是找事,毁了一代名将。 历史上,北伐大多数是失败的,在南宋时期最著名的岳飞北伐,如果按正常节奏发展,原来可以成为北伐成功的典型, 却因皇帝所谓的政治原因而告终,而这个政治原因可谓是历史上最蠢的梅是找事。 岳飞,这位河南汉子宝读兵书,武艺贤熟,与北宋末年投军,当时金军威逼开封,岳飞与所在军队多次打败金军。 当时赵构在临安建立南宋,岳飞以下级军官的身份上书提出收复实地,赵构竟然没同意。 后来岳飞投奔都统张索,多方转战消灭金军力量,岳飞的突出表现,引起了所在部队的最高领导,便经留守宗泽的注意,得到重荣。 岳飞军纪严明,冻死不拆屋,饿死不掳掠,驴创金军。 宗泽死后,岳飞成立岳家军,一时生动天下,岳飞升任后仍与士兵同甘共苦。 他对比子女教育很严格,每日学完功课,必须下地劳作,棋子李氏也一直身着布衣,简朴淡薄,这标准绝对是朝廷的道德模范。 1140年,岳飞率军北伐,在衍城出奇制胜,大破金军将领,完颜勿术的拐子马,军阵,金军只得退守开封,岳飞率兵,追击到距开封四十里的朱仙镇,此时北方各地奔走相告, 义军纷纷起义,夹击金军,切断金军粮道,准备迎接南宋部队,形势一片大好,完颜勿术也因此打算放弃黄河以南地区。 然而,皇帝赵构是个小心眼的人,他担心若前皇帝被释放回国,手握重军的岳飞会用力前皇帝而造反, 所以在国家利益和皇帝宝座之间,赵构更看重后者,此时的秦桧正与金朝谈判, 于是,赵构下令岳飞率军撤退,怕他不愿回来,干脆用金字牌送达命令, 这种金字牌送达的命令算是最高级别了,一马需每天飞奔二百公里才行。 这样的命令,一天之内就发出了十二道,一道道都是强压在岳飞心头,此时的岳飞必须退兵,否则就是叛变。 民众拦在岳飞马前,恳求不要撤退,岳飞垂碗西岛,十年准备反攻。 偶尽心血,而近一天之内,化为乌有。 岳飞回到开封后,软弱无能的赵构,还是信不过岳飞,任命岳飞为疏密副使, 实际上就是为了剥夺岳飞的军权,接着又指使秦桧不欠岳飞谋反,代步无欲。 生活没有一帆风顺的,生活平静久了,就会生出端倪, 很多时候无可避免,或知福之所依,福兮或知所福,我们以平常心来应对就好。 但是,如若身边有卑鄙的小人,情况就会大幅相同了, 卑鄙小人常常无是生非,总是见不得别人的生活太平,常常搬弄是非。 添油加醋的制造事端,并且卑鄙之人也大多数是两面派, 笑里藏刀,表面和和气气,背地里却又空穴来风地抹黑别人, 真是鸣枪一朵,暗箭难防,很多时候我们不经意间就落入了圈套, 但是只要我们留意观察,卑鄙之人终究会露出马脚的。 二,资猪必较。 一次军机处开会,道光帝瞅见军机大臣曹振英,膝盖上打了个补丁, 就问他,曹爱卿,正看你这补丁补得不挠, 跟你身上这件衣服浑然一体,你补这补丁花了几个钱, 曹振英被问蒙了。 考虑到内务府会报花账贪污,怕报少了,会得罪了他们, 经过三思后,竖起三根手指慎重回答,三钱银子, 曹振英觉得区区一个补丁,报这个数已经够海的了。 不料,道光帝一听,气得嗷嗷乱叫,还是宫外东西便宜, 镇这里内务府打个补丁,居然要五两银子。 他也没有办公的心情了,当即召来内务府大臣, 斥责其补块补丁就报销那么多。 没想到内务府大臣委屈得简直要哭鼻子了, 极力辩解说,皇上,您的浴库是用胡皱不料之的。 公理技术水平达不到, 补丁德运到公益最好的苏州去打, 人工费自然高,再说来回的快递费也不是个小数目, 这话说得没毛病,道光帝左思右想挑不出画饼, 无言以对,只好带着满肚子疑惑,自认倒霉。 但此后,为节约宫廷用度经费, 开了窍的道光帝下旨要求公理的太太团都学做针线活, 需要缝补的衣服都交给他们打理。 穿衣服要简朴,在吃饭上, 道光帝也是提倡光盘行动,拒绝盛宴, 道光曾两次大宴群臣,一次是皇后生日, 道光帝为他祝寿。 大臣们献上寿礼,拜完寿后, 道光帝慷慨大方地留大家吃晚饭, 结果端上来的大餐却是打乳面, 而且还是限量限额供应的, 每人仅限一碗,多了没有。 据说为了给皇后祝寿, 道光帝还特意让御膳房宰了两头朱家餐, 这已经算是破了力了。 因为道光帝先前曾经明确做过规定, 逢年过节,禁止举办庆贺宴。 在生活细节上,道光帝抠门吝啬, 那在为政治国方面呢, 一系列事实证明, 道光帝的节俭生活只是为了作秀, 在外辱内乱,国衰民穷的情况下。 道光帝前后耗费了15年时间, 修建自己的皇陵, 仅仅因为地宫渗水, 就认定是豆腐渣工程, 将以完工的陵墓废掉, 换个地方重建, 浪费了几百万两百饮。 但是道光帝并不认为这是浪费, 而认为是天意使然, 他作诗约, 无畏重劳已改补, 龙泉想是待于无。 我们在生活中, 总会遇到各色人等, 但如果碰到那些小肚鸡肠的人, 鸡毛蒜皮的小事不断, 资猪必较, 牙子必报, 那就要留神了, 此人多半是卑鄙之人, 卑鄙小人的共性之人, 就是心胸狭隘。 往往着眼于眼前的迎头小利, 并且内心阴暗, 喜欢被一些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小事不断地放大, 最终成为自己的心病。 与卑鄙之人结仇, 最终受苦的只能是自己, 所以, 在生活之中碰到那些资猪必较的人, 一定要多加留意, 保持合理的距离, 切莫深交, 更不可得罪。 三, 追一鸣逐历, 天下兮兮皆为利来,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, 人生就是一场在名利场上的马拉松, 在这场角逐中, 很多人抱着是一世的心态, 可有可无, 却也活得滋润, 而总有另一部分人。 把功名利路, 看作人生的全部, 最终迷失了自我, 为了追求所谓的成功, 无所不用其极, 成为了卑鄙麻木的行尸走肉。 著名的央视主持人白岩松曾评价道, 功利性太重的人生, 注定会成为一场灾难, 功利性太重, 会腐蚀一个人的内心, 最终会不知不觉变得卑鄙, 在生活中之中, 如果遇到这类人, 一定要多加注意, 最好远离, 把握这个表象, 卑鄙之人终将无法遁形。 四, 薄情寡义, 人生在世, 讲究一个意志, 我们的生活需要情感的寄托与支撑,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, 更没有人愿意成为一座孤岛, 我们的生活就是如此真实, 如此现实, 而卑鄙之人, 却往往薄情寡义, 在他们眼里, 亲情友情都不重要, 只有自己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, 甚至于说, 卑鄙的人就是见不得别人比自己过得好, 最见不得的就是身边的朋友们过得比自己好, 在他们的世界, 情谊都是过眼云烟, 甚至为了自己的变态心理, 会刻意拉身边人下水, 让自己的亲朋好友都处在痛苦与失忆之中, 只要这样, 才可以让他们的心理得到平衡, 但其实, 他们的内心早已成为黑暗的角落, 千万不要寄希望于他们的突然悔改, 甚至是假惺惺的要帮助别人, 卑鄙之人, 终究难以掩盖自己的薄情寡义, 如果身边有不珍重情感的人, 千万不可深交, 卑鄙之人必露马脚, 虽然我们的生活之中隐藏着很多的危机, 也有句俗话是这么说的, 知人之面不知心, 这句话说得不错, 但是卑鄙的人, 终究难以掩盖这四个表象, 非常容易识破, 只要多加辨识, 肯定可以识别出身边的卑鄙小人,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内留言,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 记得点击订阅, 我们下期见! 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